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欢子,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近几天是元旦,今天是1月4号,其实假期已经过去了 但是在新闻上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说三亚旅游度假消费 住酒店达到了一碗最高是12万的一个价值 这则新闻出来之后,很多网友也惊呼 住一碗能花12万,什么样的地方能值这个价,是吧 有网友提出质疑说,这是假新闻吧,能有这么高的价吗 欢子在三亚待了10年,每个冬天旅游消费 欢子也都有所感受和了解 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欢子跟大家聊一下消费的一个实际情况 冬季是三亚旅游旅游的旺季 尤其是对于旅游来说,赶在节假日的时候人是特别的多 消费也是水涨船高 一般上来讲,冬季到海南有两类群体 第一类是长时间居住避寒过冬的 第二类是短期旅游度假的 旅游度假是选择在节假日一般上 比如说元旦期间,还有春节期间 到这边来度假 长期消费跟短期消费有个差异 长期消费呢,从单价上来说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由于时间长,它总价算下来,价格也不低 比如说租一套房,自己在那边做饭 住个三五个月,把这个冬季过完 那可能也得是几万块钱 旅游度假,这个消费拿住五星酒店来说呢 它的单价会比较高 也就是说你住这一天,在酒店里边可能得花个两千多块钱 三千多块钱,根据大家选择的房型 面积大小不一样呢,它的价格也不一样 那网上大家说的这个十二万一碗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呢 它其实是一套别墅 我在网上了解了一下 这个别墅呢,是有多个房间 也就是说能够住比较多的人 那一个房间住两个人的话,假如说它是五个房间可以住十个人 十个人住一碗的话是十二万总价 还下来是一个人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它享受里边的还有其他的这种配套 是吧 那你说一个人住一碗的话划算下来一万多 那也价格不低啊,对吧 当然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我们没有钱的人 是吧,无法理解和想象的 在这里呢,欢子就不再多说 口说无凭朋友们 欢子呢,跟大家来看一下 在网上就是一些比较知名的高端五星酒店 它的客房在网上售卖的一个实际价格是怎么样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三亚的太阳湾博越多家酒店 它呢是属于豪华型的 现在不凭星级了 都是豪华型经济型什么的 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海湾 但是这个酒店呢是属于豪华型酒店 就是五星的 来看一下这个房间的情况啊 它的这个双床客房呢 就是现在订的话是基础价是三千两百八十六住一晚 这个里边呢写着包含两份早餐 这个你订了之后就不可取消了 三千多 现在这个价格呢 拉下来都是三千多 这个呢是博越至尊海景双床房 五千零二十六 这个呢是都是住一晚的价格啊 朋友们 大家注意这个价格都是住一晚 这个费用 那往下再拉一下看一下 它的最贵的这个目前来说 能够订到的最贵的是两万多的是吧 博越两居海景 诗华泳池别墅 是吧 这个都是呃多张床位的 我们点开看一下 呃 它写的是提供的这些东西 细则我们就不说了啊 不看了朋友们 呃 看一下它的这个 提供两多张床 或者是啊 这两张双人床 两张双人床的话是呃 能睡四个人了 对吧 一点三五米和一张特大床 就是说三张床 基本上能住五个人 两居的住五个人 五个人的话 是一碗是多少钱 我们看一下 一碗是两万四千多 两万五 基本上划算下来是四五千 四千多块钱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再往下看一下 它这其他这个都是满房了 是吧 三三五八 这个都是满房了 下边 我们看看下边是最贵的 有一个啊 博越四居湖景庭院泳池别墅 这是六万八千八百八八 就是你住一碗 这也是多张床 我们看一下有几张床 多张床 两张双人床和三张特大床 这个是五张床位 五张床位的话 算下来能住十个人 对吧 十个人的话是六万多 划算下来是一个人 也是一万多块钱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 大家看到的就是十二万的话 它也是得好几个房间 至少得六个到八个房间 这样的话 能够住十多个人 它算下来的话 也是得一万多 有的豪华的 可能是体验感更强一点 是吧 算下来一个人住一晚 也是一两万块钱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再搜一下 有一个网红酒店叫 叫叫什么 叫加佩乐啊 就是说加佩乐是在 灵水区域内 在土福湾挨着三亚的 挨着三亚的海棠湾 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土福湾加佩乐是吧 这个呢 说实话朋友们 都是有钱人住的 这个看一下 远景双床房 六千 预定住一晚 含双早是吧 就是含两份早餐 这个是远景大床房 五千九百七 这些价格都是住一晚的 朋友们 看一下 一万多 一万八千多 三万多 这个是双床房 六千多已经订满了 没有房间了 朋友们这些 看一下 这些都是开件套房 一万多 这个呢 是一个卧室 泳池别墅 一万九千多 是吧 这是这样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在网上看到的 那个叫什么 就是价格比较高的 是三亚湾 亚龙湾啊 三亚的亚龙湾 瑞吉度假酒店 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房情况啊 三亚亚龙湾 瑞吉度假酒店 这个是两千多 是吧 这个要比博越酒店 跟加佩乐酒店 价格基础价格都低一些 它是两千多起的 是吧 在网上的话 大家就是元旦期间 有人搜出来说 他的这个最贵的价格呢 那个是比较高的 但是现在呢 他已经没有了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套房 他这个是现在价格最高的 就是一万六千多的 是吧 没有那个价格特别高的了 还有哪酒店呢 我们看一下亚特兰蒂斯 七星的 三亚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 这个 亚特兰蒂斯 这上面没有吗 有 这个豪华型亚特兰蒂斯酒店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酒店 四千起价了 基本上 是吧 住一晚是四千 往下边来看 两万多 三万多 五万多的 是吧 住一晚 他亚特兰蒂斯 一直有一个叫 什么水底豪华套房 还是什么 水底的 就是海底的 那个 是海底 还是什么 欢子没进去看过 卖的这个价格呢 是十万零八百吧 是十万零八千八百八十八 还是十万零八百 就是早前能搜得住 现在搜不住了 朋友们 这就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三亚的这种高端酒店的价格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是吧 那看完了这些高端豪华酒店之外呢 其实大家还应该把视线呢 转移一下 不能说是这些豪华酒店 我们消费不起 就不去了 是吧 有人很想来 但是看了那个物价之后又觉得消费不起 没办法去 但是实质上来讲 还有一些就是平价消费的酒店 朋友们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 现在呢 基本上一百多块钱 那宾馆还是打把的有 当然呢 现在是处于一个整体物价都是台升的这种状态 你可能原来卖七八十一碗的小旅馆 现在可能也得百十块钱住一碗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涨价的这种状态 还是欢子经常跟大家去聊的那句话 住酒店也好 住宾馆也好 或者是这种旅店是吧 适合我们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旅游度假呀 短期的想要体验好一点的话 可能这个费用呢都相对会比较低一点 一般上我们说出去旅游啊 度假都是让自己放松身心的愉悦的 对吧 你要是让自己再委屈啊 遭罪一些 那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当然了也看大家的一个预算的情况 总之说一句话是什么呢 三亚有低消费的 但是低消费一定不如这种高消费的体验好 朋友们 一分价钱 一分价值 这个是铁定的规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运作的一个规律 就是同样的一个资源 需求的人多了 谁出的价格高 谁就获得了这个资源 朋友们 好了 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是关子 关子只讲实话 从不忽悠大家 没有关注的朋友们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